新北市新少年图书馆即日起展出玉兔迎春花、谢玉花、卢亦如双个展 艺术家谢玉花已经高龄86岁,过去从事教职 后来旅居日本2002年后才长期在台湾定居 从此积极专研水墨画 他喜欢四处游历,也将所见美景透过画笔挥洒成画 走了好多的地方,在日本、在台湾、还有在大陆 尤其是在日本的时候,我非常的想念台湾 所以回到台湾,我在台湾的各地区拍了好多的照,名胜古迹 所以台湾的作品我画了好多 这次展览最特别的就是这幅四联品黄金瀑布 谢玉花说,她带日本友人到金瓜石游玩时 遇到了瀑布水源充沛,相当壮观美丽 因此给了她创作动机 由于篇幅大,所以花了她两个月时间才完成 四联品慢慢地构图,桌子也没有那么大 我就把它放在地上,两张拼起来慢慢地构图画 一直画了整个暑假 等到画完的时候一看,自己也觉得很高兴 我终于把它画起来了 如果要第二次,我大概也画不出来了 而书法家鲁玉如这次也带来多幅书法作品 鲁玉如不仅擅长书法艺术 更从事诗歌创作,小说撰写,多才多艺 近年来她积极邀请艺术家共同展出 除了希望能够借此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更期盼可以借此为艺术家创造展现才能的舞台 让艺术更生活化 我就是说发扬中华固有文化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帮当代的艺术家创造一些 可以让他们展现才华的舞台 这是我第二个重点 我很乐意做这些事情 就算出一点小钱,出一点力气 我都很乐意 而且觉得很喜欢,很高兴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主任叶宇秋表示 能够邀请到谢玉花、卢亦如两位艺术家 是相当难得的机会 也欢迎大众能够把握机会到图书馆参观 青少年图书馆其实不只是一个 青少年专属的图书馆 它同时也是蛮多在地艺术家 能够一个展露的一个机会 所以今天这个展览非常的精彩 就诚如前面卢老师介绍的 我们这个党集总共接续了三个月 那场场其实在参与的人数都非常的多 谢玉花、卢亦如双客展展出时间 从即日起到五月底 欢迎喜欢书发学末画的民众 求忙领略不同领域的艺术之美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